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聊或者探讨一下 就是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假如有风险的话 谁的风险可能更大一点 这个也是昨天会员直播里面一个会员提到的问题 我们来讨论一下 传统的观点一般认为一二线城市 它的人口吸附能力强 产业链也比较高端 比如说金融 互联网行业 只有在一二线核心城市才有 你去三四线城市几乎没有像样的产业 三四线城市也被认为是人口净流出 人口老龄化 比较衰落的城市 所以说传统的观点认为 如果即使有风险的情况下 比如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那还是赢家通吃 在一二线城市相对来讲 房地产的价格的韧性更强一点 但事实是不是真的这样 我们就来简单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历史 我们看一下过往 在过往日本当时在90年代发生 房地产泡沫破灭 我想大家都知道 当时的一个景象是什么 大家知道当时一个东京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我们可以看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东京圈和大阪圈 当时房价飙升得非常可怕 几乎是垂直的90度上去 当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时候 它也是垂直的90度下来的 全国平均的房价 或者说是除了这些六大都市圈以外 三大都市圈以外的其他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房价的泡沫相对也没有那么大 比如说这个浅绿色的线 它基本上的坡度比较缓 下来的也比较缓 因为这些城市的房价本身也不高 所以泡沫化程度也轻一点 像东京圈大阪圈 他们几乎是说 房价涨的时候也非常的疯狂 它跌下来的时候也非常的陡峭 所以说这个给了我们一种不一样的景象 如果当房地产假设 我们假如出现下行风险的时候 还真的不一定就说是一二线城市的风险 就比三十线城市的风险要小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知道在按揭贷款的缓缓的过程中 你像一二线城市 它的借款的总额也比较大 动辄三百万五百万 甚至一千万的贷款 都是不罕见的 经常常见的 很多行业 金融互联网行业 月薪高达五万十万 二十万的都有对吧 所以说贷款的总额也很大 但是当真的经济开始下行的时候 大家知道行业的传导速度也是有顺序的 一般来讲先是制造业衰落 而后传导到服务业走弱 这些高端的服务业 不管互联网也好 金融也好 它虽然产业链的附加值比较高 人均收入也高 但是它不代表它不会受到 整体经济下行趋势的影响 它只不过周期靠后一点 而且一旦影响以后 你会发现 比如说互联网的大厂 或者金融行业的高端的一些岗位 一旦失业以后 或者裁员以后 再找到类似的工作 其实也很难 你降薪裁员以后 你再想每个月 比如说还这种 三万五万的这种按揭贷款 其实就非常的困难 如果你是在小城市的话 三四线城市 可能家族里的人 朋友 他可以帮帮忙 帮你凑一凑 度过难关 还是有可能的 因为小城市 你贷款也贷不了多少钱 贷个三五十万差不多 五六十万差不多 但是在一线和核心二线城市 贷款的总额 可以说是动辄 就是三五百万 甚至上千万 这种情况下 一旦家庭的主力军 失业或者降薪以后 想靠其他人去帮忙 或者救济 包括父母 亲朋好友 就很困难 因为你贷款总额很高 每个月的按揭贷款 金额也非常大 一般的人是很难帮助的 我们具体再来看一下 大家知道房贷 我们假设房价一千万 贷款额七百万 首付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是等额本息的这种还款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其实在前十年 你大部分时间 其实都在还利息 就是还到第十年的时候 你本金可能只还了百分之二十 那大部分 其实都在还利息 那你本金想还到一半的时候 可能需要还到第二十年 就是我们再清晰一点 就看这个图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 都是在偿还利息 红色的这个部分 橘红色这个部分 都是在偿还本金 那等额本息的这种还法 就是说你在早期 一定是在还利息 就是前二十年 基本都是大部分是在还利息 那一直到利息还得差不多了以后 这个本金的份额 才逐渐的扩大 所以根据测算 你看我们做了一个测算 你还到第五年的时候 第五年零八个月的时候 本金的还款占比的才超过百分之十 那到第十年的时候 本金才还了百分之二十 那到第十三个年头的时候 本金才还了百分之三十 一直到第十九个年 快到二十年的时候 本金才还了接近百分之五十 才超过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当你一个人家庭的主力均 如果一旦在还款的第五年 第十年 突然失业了 降薪了 裁员了 付不起这个案件了 那你到时候 这个房贷违约了以后 你会发现 你的本金其实并没有还多少 你可能本金只还了一点点 比如说还到第五年 你本金才还了百分之十 大部分都还的是利息 所以这个时候 你欠银行的钱依然是很多 所以说这个时候 如果房价再有下跌的一定比例的话 你可能把这个房子 即使拍卖了以后 你可能还会盗欠银行的钱 这也是为什么在 1997年到2003年 香港有很多负资产的这个人 包括90年代日本房子产泡沫泡灭以后 也会出现很多负资产的人 就是这种 等而本息的这种还法 注定了你 这个前面五年十年也好 本金其实没还多少 所以说如果房价一旦下跌 达到一定的比例 比如说超过了你的首付比例 或者再多一点 你就很有可能 即使是房价 房子拍卖以后 依然是欠银行钱的 所以这个也是并不显见的 这个就是今天简单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就是探讨一下 这个一二线城市的房地产风险和三四线 如果有风险的话 究竟谁大 其实还真不好说 我们只能说一二线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价的泡沫 价格的泡沫 三四线可能更多的体现在量的泡沫 就是量比较大 当他们走入拐点以后 当真的下行趋势来临的时候 谁跌的多 谁跌的少 其实也真的不好说 不一定就是传统观念认为的 一二线这个韧性 或者强健 就比三四线安全的多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财经知识 欢迎扫码 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蒙面财经 加入会员圈子 每周日定时直播 我们下期再见